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劃QA時間 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到底滾筒跟振動滾筒有沒有什麼差別呢 那像是現在Drip在滾的這種一般滾筒 他的目的通常也是一樣 要放鬆你的肌肉讓你的肌痛點可以消除 讓一些缺水的筋膜 可以讓他恢復水分恢復健康的狀態 但是一般滾筒呢 他就需要透過像這樣的肌肉旋轉 很切面的旋轉 前後的挪動 或者是關節的讓肌肉伸展 收縮導致他在滾筒上做主動的放鬆 那這些動作的目的都是一樣 讓你的舒緩放鬆可以更完整 但相對他要花時間就比較長 那振動滾筒跟一般滾筒的差別呢 就是他可以直接透過振動的方式 來達到比較立體的放鬆層面 因為他可以不用透過前後滑動 左右旋轉 或者是你的肌肉有伸展 收縮的這些動作來達到立體的放鬆 他只要透過振動的傳達 就可以直接讓你的肌肉放鬆的更完整更全面 那其實有很多人問到 振動滾筒跟按摩槍 到底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他們差別的地方 說大也不大 說小也不小 他們兩個的目的都是透過振動 來達到立體的放鬆 這是一個比較經濟性的方法 因為他速度比較快就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那振動滾筒跟振動槍到底差別在哪 我們舉例來說 身體部有一些地方是比較不適合用滾筒來做放鬆 有可能是下背肌 還有肩頸 甚至一些小肌群 用滾筒來做放鬆是比較麻煩的 再來第二種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是振動滾筒一定需要一個場所 讓你可以坐下來做滾動放鬆 那這些因素呢 都可以直接用振動槍 在坐著 站著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解決 我覺得這是比較 兩者的差異的地方 那你要說他們真的效果 我個人認為他們的目的都是一樣的 通過振動來做立體 比較全面的放鬆 提升經濟性 但是他的差別就只在於 受限制的地方不同 好那就今天簡單分享滾筒跟振動的差別 那希望這些都對你有幫助 你也可以選擇一個好的滾筒 或好的振動滾筒 讓你達到最高效率的放鬆方式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在一起見啦 們 ś